这只花豹迈起脚步缓缓向前 眼睛始终盯着前方某处 一举一动都显得格外小心谨慎 甚至连蹲下都没有发出一丁点声音 花豹这是要做什么 感兴趣的朋友点击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就在这时 前方山坡上突然探出一颗脑袋 花豹见状瞬间突了过去 差那间烟尘四起猪豪不断 待到灰尘渐渐散尽之后 只见一只油猪已然被花豹取死所猴 在油猪洞口蹲守偷袭 是花豹惯用狩猎油猪的方式 但并非所有花豹都能轻松猎杀油猪 这只油猪在野外偶遇花豹 不仅无所畏惧 还主动靠近挑衅花豹 大有油胆下来盖一架的气势 而反观花豹 从始至终躲在树上唯唯诺诺 不敢有丝毫过分之举 捡花豹没啥动静 小猪腿缓缓向前移动 换个位置继续挑衅 神情举止间难眼嚣张跋扈 为了凸显自己强健的体格 油猪还将后腿向前微深 摆出一副略显妖娆的姿势 树上的花豹 那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 可面对体型比自己还要大的油猪 这只涉事未深的年轻花豹 不敢贸然出手 油猪看花豹没有动静 小猪腿在缓缓靠近一些 继续挑衅花豹的底线 油猪这是在作死的边缘游走 但凡换个惊艳老练的花豹 使出天降正义 轻轻松松就能将之拿下 然而这只花豹除了脑袋动动以外 直到现在连尾巴都不曾活动一下 只能说这只花豹还是年轻时间 油猪见花豹没有动静 继续挑衅 缓缓地抬起猪头与花豹 来了个眉目传情 奈何物种不同油猪传情失败 不过被猎物这么一直挑衅 花豹不知是起了杀心 还是蹲得太久腿麻了 花豹刚一有所动作 油猪的小短腿瞬间就跑没影了 原来油猪从一开始就抱着敌不动我不动 敌一动我就跑得心态时刻准备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